字幕志祺 用收藏為你的生活加點變化 歡迎回到AirShooting藍色頻道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今天要開箱的是Hobby JAPAN的SUBARU IMPRESA WRX STI GC8 V2 看到這台感覺似乘相似 沒錯 這台就是頭文之低的大BOSS 拓海老爸文泰的愛車GC8的四門款 想當初很多人都誤以為文泰開的是22B 因為在動畫裡頭是兩門車 所以大家就會直接聯想到 應該是22B吧 不過其實文泰開的是Type R 全名是COOP WRX Type R STI V5 VL 比較明顯可以看出來就是 文泰車沒有可樂屏曲線的寬體 這代的IMPRESA生產時期為1992-2000年 主要分為GC跟GF 也就是四門跟五門的差異 GC它的車型外觀變化基本上是微乎其微 裡面又分為前期的GC8A到GC8D 後期的GC8E到GC8G 後期因為考慮到空氣力動學 有加裝一些空力套件 不過這台後B9X是GC8C 也就是1994年版本的 文泰的則是後期GC8F 也就是1998年款的GC8B 當初IMPRESA以水瓶對臥引擎加四輪傳動 風靡車界 WRX是一般自然進氣升級為渦輪引擎的版本 STI則是SUBARU引以為傲的競技部門 全名是SUBARU TECHNICA INTERNATIONAL 主要就是以WRX車款為基礎 加以強化改裝以提升車子性能 我想IMPRESA除了頭文字低迷之外 大部分的人可能是透過了WRC的世界拉力錦標賽認識他的 當時他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EVO了 他們之間的愛恨糾葛 餘量情節有興趣的車友可以自己去搜尋 這邊Air就不多說了 看完到模型車上 後比Jopane之前Air開箱過New Supra 還沒看過的車友 歡迎點擊右上角前往觀看唷 後比Jopane目前的外包裝都是同一種設計 深藍底加上LOGO的紙盒 那裡頭是壓克力盒 背面這邊有寫上車子的全名 Air買的這台是SPORCE BLUE運動藍 應該就是SUBARU經典的藍色 好的,把它打開來 底座的部分一樣是一貫的風格印上了車名 其實GC8C之前CMS也有出過 不過可能因為是比較早期的作品 相較之下後比Jopane是略勝一籌 車燈的部分是塑膠分件 頭燈這邊有做出燈殼上面一條一條的燈紋 早期的車燈、燈殼上都會有這種紋路 超讚的 霧燈是霧燈蓋上面寫上STI 兩邊的方向燈都是塑膠分件的 下面的封網也有呈現出來 引擎蓋有SUBARU經典特色渦輪型進氣孔 兩旁的進氣孔則是做凹陷下去印上黑色的網狀 尾燈的部分紅橘分色分件 前後的車牌都印上了粉紅色的STI字樣 STI的代表色就是粉紅色 就連車頭上SUBARU的LOGO也是粉紅色的 細節還原度相當高 車頂上面還有致敬WRC的車頂進氣孔 輪胎的部分是膠胎 配了金框真的超經典的 裡頭的卡鉗、碟盤也有呈現出來 車內裝的部分是沒有分色的 好的,把它拆下來 它的輪胎後輪算是蠻順的 但前輪有點卡,不是很好錄 這台車整體來說還不錯 但Air覺得如果是GC8V的話會更好 今天搭配開箱的是 UMI BUS的極速豆腐滴山路的工匠 講名就是拓海的1.64人偶 裡頭一共有三個姿勢 把他打開來 三個姿勢分別是站姿的 雙手插著口袋帥帥的看著遠方 再來這隻則是攤坐姿 Air蠻喜歡這個姿勢的 因為很少看到人偶坐這個姿勢 覺得挺特別的 無論是攤坐在車子旁的地板上 還是攤坐在車子的引擎蓋上 Air都覺得蠻好看的 最後這個則是可以擺在車內的坐姿 這個拓海在一次的車禍中失去了他的雙腳 不是啦 應該是為了配合1.64車內狹小空間 所以把他的腳的部分擷取掉了 讓人偶才可以順利的放到車內 好的Air來放放看喔 果然 放在車內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剛好今天都是開箱跟頭文之低有關的主題 那再來開箱一個小配件 既然拓海在山道 不能戰勝老爸 那就在電玩上輸贏吧 這組是MAS魔術空間贈送給Air開箱的 泰國品牌CHE出品的 那一樣是圓形的鐵盒包裝 把它打開來 裡面分成電玩螢幕跟主機一個部分 以及賽車座椅一個部分 螢幕上的遊戲就是投低接機的畫面 真懷念啦 想當初Air大學的時候 害怕就跟朋友回國去玩D3 不過後來因為機台太舊沒補墨水 卡片上都印不出星星了 現在好像到了D8了吧 只玩過幾次Air沒有買卡片 覺得D3的速度感比較有感一點 主機這邊上面除了螢幕之外 也有把方向盤 油門、煞車、踏板 頭壁孔給呈現出來 另外一個部分 賽車座椅的部分 這邊就厲害了 它的座椅還可以真的前後調 比照真實的 賽車座椅 這也算是完美的還原 好,把它組起來 好像真的有那麼一回事啊 感覺這種就很適合放在展示間 還是修車廠裡面 這邊順帶一提 在明年的3月21號 MAS魔術空間 有跟收藏C計畫 MDX FINYOU WORKS 4 1-64 以及 遠峰.tw 一起舉辦一個 2021小車嘉年華活動 結合了二改比賽 小車展覽 市集 還有一同玩車劇 應該可以號稱是2021年 最盛大的一場小車活動 有興趣的車友 也可以一起來玩喔 詳細活動詳情 放在收藏C計畫的粉絲專頁 再請車友們密切關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FB粉絲團 也會不斷跟大家分享 1-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到模型車上的任何事物 也可以加入我的一品收藏模型社團 收藏C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 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 下次見 掰掰